罗盘使用磁铁指向磁性北极,但这一点也不是真正的北。 罗盘磁铁的北极指向北,因为南北相西。 地球的磁性南极靠近地理北方,而北极则靠近地球的地理南方。 突说迷离吧! 你打蛋有时会看到小红点,这完全无需担心。 小血丝可能是母鸡下蛋时血管轻微撕裂造成的。 有这些红点的鸡蛋安全可食用,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把点点去除,这不会影响鸡蛋的风味,真令人安慰。 Ketchup这个字取自许多文化,如中华、马来和印尼,字原本表示腌制的鱼匠。 Ketchup也是可接受的拼法。 然而,Kentrup是现今最受欢迎的拼法。 Embian的商标不是弯曲的回形针,虽然看似如此,这个叫Bello,意思是归属,有更深的含义。 有个人的头,地点的符号和爱心。 全部加在一起,就形成Emble标志性的A以及团结的象征。 以120或天然红色色号食用色素,有称腌制红,是用小甲虫做的,用来为蛋糕、糖果甚至是饮料等各式产品上色。 糖果上的亮面也来自小虫子。 这次用的是印度磁性胶虫。 从树上刮下来这种甲虫留下的物质后,做成赋予那亮面的甘虫胶。 火狐的商标完全不是一只围绕地球的狐狸,而是一只红熊猫。 Fearfox是中文名的英文翻译。 马路上的人孔盖之所以圆,是出于安全因素。 在过往的文明中,如古罗马,人孔,从以前就这样叫,是方形的后石板。 不幸的是,这些很容易出意外,假如没有放好,方盖子可能斜斜掉进方孔里。 哦,放置圆的盖子解决这个问题,圆的盖子滑不进去,因为没有脚。 番茄严格说来不是蔬菜而是水果。 香蕉树跟棕榈树或是树木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是香草。 香蕉视为香草,因为它无法像树那样长出木质树干。 反之,它长得是多枝的茎。 就像柠檬草或姜科的表亲,你也可以称它为姜果。 金门大桥的颜色原本不是要现在所见到的橘红。 桥的原始颜色建议是其他各色,如黑黄条纹,甚至是糖果杖。 要让经过的船只和飞机看得到,尤其经常在旧金山的屋里。 可是,等包着橘色防锈底漆的钢材抵达后,建筑师偏好这个国际橘色,就留下来了。 键盘后面的脚不是让你手腕比较好放的人体工学设计。 脚撑开长时间使用可能让手腕疲惫并受伤,还会减缓打字速度。 这个开合角只是要让不会按直法打字的人,比较容易看字母和数字。 辣椒的颜色一点也不会透露味道或辣度,辣椒越小,通常就越辣。 辣并非如公认的来自子,而是固定子的白膜。 藏在瑞士三角巧克力山岳商标里的影像,是一只用后腿站着的熊,正要吃那边那个约德尔人。 没有啦,这是因为熊是瑞士大城伯恩重要的一部分。 创办人就是在这里做出这个三角形巧克力点心的。 Tobo Run也是创办人家族姓氏Tobo和意大利文的蜂蜜杏人牛嘎糖Tomro的拼字组合。 杯面下面的空间是用来在运送过程中保护面的。 这个技巧称为中央悬吊。 如此,面不止在保力龙杯里受到更好的保护,软化时也会更快更平均。 虽然你可能认为原子笔杆上的洞没有功能,但确实有。 这称为通风系统,让墨水流动更加顺畅。 这样一来,让笔的内外气压相同,墨水就容易流到笔尖。 自行车界最多人认识的其中一个著名标志里面还藏着一个物品。 在还法自行车赛的名字中,有位自行车手藏在O、U和R里。 加油站油枪上面的那些金属框架具有独特的设计,目的是防止意外。 假如加油的人不小心忘记油枪还在油枪上就开走, 自行框架会分离,加油泵不会有任何损伤。 搭配大荧幕的新型号iPhone,有个方便的选项,称为可达性。 归功于这个功能,你无需为了触碰屏幕顶端而挣扎了。 此功能设定会与手机的辅助功能下,让你能够拉低荧幕。 路边隆隆声的边条有作用,要把方向板面前打瞌睡的司机叫醒。 轮胎飘移到这些边条上,噪音和震动的作用就像闹钟。 多数厨房剪刀的中间都有金属锯齿,让它具有多功能用途, 这位于握把中间,让你能够破坚果、螃蟹壳等等。 你也能用它帮忙开罐头和瓶子,有些人甚至用这些齿来去除草的净。 假如你的音源线头有三圈,这表示你的装置能产生立体声, 而且你的耳机具有麦克风功能。 微波炉门上的黑格杉称为法拉第屏蔽,这会阻止微波液散, 要是液散了,食物就会烹调不完全。 鸡蛋上的数字会透露许多产品资讯,许多国家都有特殊的编码系统。 第一个数字指出生产方式,接下来两个字母代表鸡蛋生产国。 再来你会看到登记号码,这表示蛋鸡的机构。 这个编码的第一码可能从零到三,零表示有机鸡蛋。 一是放山鸡蛋,表示生蛋的母鸡可以在户外走动。 二代表鸡蛋产于室内平四鸡场。 三呢,你即将买进的是龙四鸡蛋。 沿着挡风玻璃边缘的那条黑带称为玻料,这是一种陶瓷烤漆,起初是全黑的一条,位于挡风玻璃边缘,然后慢慢溶解成比较小的点。 玻料让玻璃更粗糙,让胶更好粘。 玻料保护着氨基甲酸汁的密封胶,也就是用来把玻璃固定在框架上的物质。 这也能预防太阳紫外线融化粘胶,而那些黑点呢,这些有助于车内温度传导更平均。 就美学上来说也舒适,少了这些,玻璃和深色边缘的对比就会太明显。 假如你看到牛仔裤上面有多一圈,这些是特制的自行车裤,裤子可能属于通勤设计线。 而这个圈的主要用途是挂脚踏车锁。 许多拉链头有外环,尤其假如拉链头应该要一起用的时候。 加入这些环是让你能用锁头把拉链接在一起,让小偷别碰。 键盘搭配了小角,这是设计来让你把键盘倾斜的,这样一来,你就看得到自己按了什么键。 与此同时,平的键盘不会让手腕很酸,不用看键盘就能打字的人完全不需要这些小角。 橄榄汤时通常是不锈钢做的,而且汤勺上裁了小洞。 这个餐具的主要功能是把橄榄、樱桃、腌渍蒜头和其他产品从装了液体罐子、罐头或是碗里拿出来。 中间的洞让你把汤室里的液体沥掉,轻松又快速,他们接下来还会想到什么。 甜甜圈是环形的原因,否则边缘过熟了,而里面却还是生得糊糊状。 在中间做个洞,外面和里面会同时一起熟。 圆形的甜甜圈没有冻的,通常装了卡士达、鲜奶油或果冻。 嗯,这样的甜甜圈没有角落,意思就是比较没有弱点让馅料露出来。 假如你太用力握住满的盒装果汁,你可能把黏糊糊的液体弄得到处都是。 要避免这样的状况,把果汁盒旁边的边角翻起来,你可以用这个拿着饮料。 有些车子的仪表板上有小小的咖啡杯标志,这是车子的反疲劳驾驶机制。 有些制造商为汽车配备疲劳侦测系统,它会分析速度、轮胎角度以及车道偏差,用以计算出驾驶是否该休息了。 假如是的话,车辆会发出几声警告,并且咖啡杯标志开始闪烁。 你在超市买的水果和蔬菜上的产品标签充满了资讯。 假如标签上是四位数,产品是传统法种植的,多数来说这也表示过程中使用了杀虫剂。 假如产品是有机的,标签就是五位数,而且第一位是九。 基改产品也是五码,但第一个数字是八。 糖原本是一整条麦的,又高又硬的圆锥。 那时候要让糖可以夹在茶里,他们必须先用特殊榔头把那一条分开。 之后再把糖切成形状比较美的小糖块,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有人发明第一台压力机,把糖切成方块。 这样一来,产品就比较容易保存其运送了。 搬手另一头的小洞能为螺丝起子增加额外的扭矩。 只要把螺丝起子划进洞的那一头即可,角度别扭时也能用这个方法。 在天黑时开车,你可能被开在后面的车头灯闪到下。 假如你是手动后视镜,找到下面的小拨片拨一下。 镜子在玻璃后面含有反射材料,借由拨动拨片,你改变了材料的角度,让镜中的灯光减弱。 多数冰淇淋勺子的颜色是不同的,这跟美感无关,颜色表示勺子的尺寸。 这样子你就能轻易知道装满一公斤要咬多少勺了。 哇,一公斤的圣袋,帮我报名。 多数的门把都是黄铜所做的,这类型的金属很擅长对抗微生物呢。 细菌们无法在这样的表面上那么样的大量繁殖哦。 公厕的隔间这看起来不太有隐私,会这样是有原因的。 底下的大间隙呢,是设计来让你会想要尽快出来才这样做的,也归功于这个设计,所以常常都几乎不用排队。 你可以用汽水杯的塑胶盖子来当杯垫使用,它的形状呢,其实就是恰恰好能够装着饮料,并让桌子表面不会湿掉的。 别把盖子上下颠倒用哦,只要把它跟盖在杯子上同一个方向放在桌上即可哦。 假如说你在意外之中受困于车上的话,并且又无法打开门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用拆卸式头枕的杆子用它来破窗而出。 记得瓶盖上那些小塑胶原片吗? 这些小东西啊,能够帮忙维护瓶子的真空状态,好让汽水能够保持在有气的状态哦。 你这一辈子呢,可能至少看过一次食物在微波炉里加热的样子吧,很兴奋,我懂。 但是,开发者呢,为何要把门做得这么暗呢? 其实啊,这片黑膜是用来挡住电磁场所不可或缺的哦。 锁头钥匙孔,它旁边的小点,那个是设计来干燥湿气用的,假如说有水跑进去的话。 还有就是,假如锁卡住或者是生锈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洞倒游进去来解决问题。 高尔夫球呢,那可是覆盖着许多小坑的,而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空气力学的缘故。 这些称之为风洞,是设计要来让球能够飞得更远,更平顺用的。 有些马克杯呢,在底部的外侧会有小缺口,这个呢,是有助于水流出用的,能够避免杯子在洗碗机里积水。 太阳眼镜啊,这起初并非是用来帮眼睛抵挡太阳的用途哦。 他们在北极探勘的时候使用这样的眼镜,大量的血是可能会使人产生眼盲问题的,就像明亮的闪光一样的那种情况,而他们就是为了要拯救眼睛,所以才想出这个独一无二的眼镜的。 你不只能够把T恤当作衣服穿,也可以当作行李的保护层哦。 只要你把衣服给套在行李箱当作外层,那么就不用浪费时间去用塑胶磨包了。 衬衫衣领后面的钮扣,那个是为了要让领带能够待在领子里所设计的。 对的,人们没按照预想的用途使用它,因为现在的领带都嘛已经比较薄了呀。 不过啊,这个钮扣还在,当装饰用的就是了。 而领带起初的用途在此介绍给各位知道,这是创造于17世纪的欧洲的,是用来把领子给绑紧用的。 因为啊,这样一来就能够保护脖子不受到强风的吹袭。 后来呢,他们习惯了这部分的打扮,所以就把它做成皇室聚会的必备配件了。 帽子上柔软的绒球啊,这个东西呢,一开始是创造于几个世纪之前的。 当时,水手是使用这些来避免自己的头,不要去撞到低矮的船只天花板,以及横挡。 多数的衣架大多是山木做的,会这样,那是因为呢,它含有许多的天然油脂,而这个能够驱离爱吃你衣服的鹅。 灯泡呢,之所以是球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形状能够让光线分布的更均匀。 而且啊,这样一来,球形的灯泡比较便宜,也容易生产呢。 你有曾经在新衣服上找到过这些个碎布料吗? 这些啊,不只是补丁哦,也是洗衣前的测试品呢。 你可以把这一片放进洗衣机,来看看它会怎样变化。 假如说,你看到后来是一切安好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安全地把衣服给放进去了哟。 其实啊,你的天花板风扇,它可是有两种运作模式的哟。 分别是冬季与夏季模式这两种,你得找到上面的开关才行,请往上推,来启动冬季模式。 而若是你往下的话,那个是夏季的。 夏季模式时,风扇会把空气往下推,冬季的模式则是把空气给往上拉。 多数的人在浴室里会有圆的吸盘,电影里面有人用这个来清除马桶堵塞。 事实上呢,这个吸盘啊,是用来清除水槽的堵塞的啦。 至于马桶的话呢,你需要用的东西啊,其实是另一种特殊装置才对的哟。 烤箱下面的额外空间,这可不是用来放锅碗瓢盆用的哟。 使用上,你可以在里面放餐点,烤箱的热气会帮菜肴保温。 假如说,你在等晚餐迟到的朋友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实用了。 你用微波炉加热一包爆米花之后,再拿出来之后, 请问你有看到爆米花袋起顶端的小洞没有呢? 你可以用它来去除没爆开的小颗粒,把包装呢,在盘子上面摇一摇, 然后那些颗粒就会从洞里掉出来了。 几乎呢,所有的人都会把旅行枕给用错了呢。 人家通常都把两端往前,再把头往后靠。 请把枕头转到另一边,试试看看这样子。 圆拱呢,应该在你下巴下面那样,两端应该要朝后才好。 把头往前靠,这个姿势呢,会让你的脖子感觉舒服多了, 而你也会睡得更好哦。 磁铁啊,会做成马蹄形状,那是为了增加磁力来的。 蓝色的指向南极,红的则是北极,两极同时有作用,并能够增加引力呢。 归功于完美的飞航设计,多数的飞机,它就算少了一颗引擎,也能长距离飞行哦。 罗杰·培根呢,他在西元1268年,首次写下以光学的目的,使用望远镜镜片的书面记录。 把装框的放大镜用来阅读的这件事,在当时的欧洲与中国都很受到人们的欢迎。 所以,到底是西方取自于东方,还是相反过来呢? 嗯,有关于这一点,还依旧是个疑问哦。 假如你发现自己在汪洋之中,而且还没有食物的话呢,那很遗憾。 不过呢,你可以试试看钓鱼吧,你可以用任何东西当诱饵,好比说你的手机啦,手表啦,钥匙啦,等等等等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鞋带当成钓鱼线试试看,把诱饵绑好,丢进水里,祝你好运能够抓到吞下你手机的鱼哦,它会超大尾的吧。 你可以把汽水罐的拉环给转过来,用它来固定吸管。 蓝色那一半的橡皮擦,其实啊,它原本不是设计来去除墨水用的啦。 起初的时候呢,蓝色的部分,那是用来擦后纸上的书写与绘画用的,红色的无法不留下印子,蓝色的呢,则是能够完美地应付这个任务。 我们多数人呢,便利贴都嘛撕错了啦,请试试看,下次不要从下面撕,而是从侧边来沿着粘线撕这样做。 这样一来,贴纸在墙上会带得比较持久哦。 你有没有想过,棒棒糖棍子上,那两个洞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吗? 你回答说,总是在想啊。 嗯,当把棍子放进热糖浆的时候呢,液体会流进去,跟塑胶紧密结合起来,就这样罢了。 原本,格尔夫球是平滑的,但球员之前注意到使用过度有损伤的球,会比全新的飞行更优异。 于是,他们从某个时期开始生产有凹坑的球。 挡风玻璃的黑点有助于分散直射你眼睛的阳光,这一类的框阻挡紫外线,所以当成是你车子的墨镜用。 后视镜上的小波片有个明显的功能,勾住你的空气芳香剂,可爱的玩具,但事实上,这是日夜模式之间的切换,它会减少后方来车的强光,如此一来,你才不会被闪瞎。 洋芋片包上的色点,没有挡风玻璃上的实用,不过也是有用途的啦,制造商需要这些,好来控制包装颜色,并显示包装上用了什么墨色,没什么。 你的微波炉有静音模式,真的啦,假如BB声让你感到抓狂的话,那么请按住1或0,这样可能有用,有时候也会有静音按钮,只是呢,你一直以来都忽视了,反正微波炉全都不一样,所以手册应该就很实用。 购物车环的功能比你想得多,你不想把绚丽白夹克放进车里红萝卜跟可乐旁边的,对吧? 这个小勾般的东西,能帮你让车里的东西更有条理,这样一来,你就能享受这趟购物之情了。 另一个我们常忽略的小物品,是软膏盖的尖端,多数软管通常是用塑胶膜或稀薄封口的,用指甲打开那可不是最好的点子,尖头连最安全的封口也能轻松打开。 自动传笔与眼线笔包装内建削笔器,铅笔后面的盖子不止显示颜色,你可以把它拉出来,把产品削尖。 牙签有各种类型,其中一种有点难摸透,有时候上面有几个钩槽,第一个很脆弱,容易让牙签断成两截,小的区块还有一个钩槽,可以用来当架子,避免牙签跟桌子接触到。 你可以帮一次性筷子做零食架,在你分开筷子前,其中一端有某种筷体,下次你要吃寿司晚餐时,请试着把那块拉断,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拉开。 你想要寿司修的时候,把筷子放在架子上即可,对,你听过烤箱下面的抽屉,是在你宾客迟到时用来帮食物保温的,它还有一个隐藏功能,那就是你也可以在那个抽屉里低温慢煮。 所有瓶子曾经都是同一种绿,但后来发现棕色的抗紫外线功能好多了,无需多言。 水果上的贴纸,似乎没提供一丁点产品资讯,但你要是仔细看,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些数字会多透露讯息。 第一位是9的5位数,就是好预兆,你即将买到有机产品,从3或4开始的4位数表示传统农法栽种的,9数字从8开始又是5位数,那就最好让它留在货架上。 美金1元也有其秘密,有外环的大字母显示这是哪一家银行负责发行的,分派货币的银行有12家,比方说L显示这是在旧金山印制的。 有些杯子呢,看起来似乎是底部缺角,不过呢,它们其实是在生产时就是如此了。 事实上,这些缺口是要让杯子在潮湿的面材上固定位置,并且在洗碗机中不让水分堆积的。 巧克力盒上的小坑是为巧克力爱好者设计的,压下最接近你想拿的巧克力的凹洞,它就会从盒子里跳到你手上。 泡澡的泡泡不只是气味宜人,还有某种调节温度的功能,泡泡保存水的热度让你能享受泡久一点,免责声明,这只对压克力浴缸有效,金属做的那些散热很快,不论你做出多少泡泡。 好的门把是黄铜、青铜或铜合金做的,这些金属材料呢,具有抗菌功效,细菌在上面的扩散会慢得多,它们摆脱细菌也蛮快的,只要几小时。 不,这并不表示你不用洗手。 假如你每次都把牛奶或果汁倒在上衣上,你或许没把事情做对哦。 试着从纸盒的另一头道,这样喷溅会比较少,也比较容易控制。 正确保存花生酱的方法只有一个,假如你用一般方法保存,它可能不久就固化了。 秘诀是上下颠倒直放,这样子油就不会一直呆在底下,而是会平均地分布。 晚餐夹克在普通口袋上多一个小袋,这些不是没有用处的,这些叫做票袋,是设计让穿着的男士在火车上,能轻松拿车票出来查验用的。 票袋也能放钞票和其他小物,这方法超方便的。 不论你去哪家咖啡店,所有免洗杯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变得只有商标,秘密是这个特殊的形状让你能够轻松享受饮品, 上面永远比较宽,让你喝的时候呢,你的鼻子能够有地方安置,而底下总是比较窄,这样任何人都能够轻松拿着,就算手满小也行。 这个宽度差异也让杯子可堆叠。 果汁小纸盒的三角翻片能够帮忙控制溢出,如果你把它们翻出来当成纸盒的把手,这样就不会压迫包装,果汁就不会被失控地挤出来了。 假如你有梅森玻璃罐和上面有螺纹的果汁机,这个秘密会改变人生哦。 你其实可以把玻璃罐直接放到果汁机上,做出任何你喜欢的果汐,不用洗果汁壶。 别把机器开到最大就好。 还有一个秘诀让你能够把盐和胡椒顺畅洒出来,拿一个胡椒罐或盐罐上下颠倒放,罐子底部有机领,然后再拿第二罐,把机领放在一起摩擦,震动会让产品确确实实地流出来。 多数耳机,不论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都是哦。 有小洞,要确保声音好,你就需要这个。 空气会透过这些孔,很方便的地方是,在洗整件衣服之前啊,你则是可以先拿来好好的测试洗衣程序。 假如说,你想要用它来清鼻子的话,那个,像是这种的建议呢,可绝不是我提的哟。 假如你有东西抬不起来,或者是难以移动的话呀,那么,你可以用螺丝起子来当作杠杆使用。 有些把手呢,还是六角形的,能够放得进板手或是起子里,你可以用它来改善扭力,也就是杠杆作用啦。 让手轻松点吧。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那么强壮的啦,也可能只有我有这个问题啦。 说到了橡皮筋呢,那可是用途广泛呢,但是,假如有难以打开的瓶子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把它给缠在上面,这样更好握。 手扶梯上有那些毛刷你知道的,它们存在的理由,跟其中某些踏街上所存在的黄线是有类似的哟,是为了阻止人们太靠近危险的地方。 大家不一定都会注意到,有时候衣服的垂坠是有可能接近踏街与边缘交接处的,那个又称为裙布。 刷子是个小屏障,可以协助预防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东西也可能捕捉到毛絮等等,并预防小东西给掉进缝里。 普通牛仔裤上有几样特色是既实用又怀旧的呢? 口袋周围的那些金属毛钉啊,可是能够协助固定压力点,以确保它们能比一般用得更持久。 不过呢,并非所有牛仔裤上都有就是了。 许多还是在主要的口袋上有个小口袋,这原本的用途呢,是要用来放怀表用的。 虽然说,怀表大多都已经是过往的东西了啦,但是呢,很多人还是用这个空间来放铜板,戒指,线或是USB碟等等的东西哦。 这似乎有点明显,但是,如果你在思考汽车轮胎上,那一堆沟槽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嗯,那是为了在马路上的摩擦力所生的。 然而呢,这些也都是轮胎是否磨损过度的优良指标哦。 假如说,沟槽没有很深的话呢,并且是几乎与马路骑平的话,那么就该替换了。 你若是不换的话,下次你在停指标之前,想要突然停车,就可能会意外地发现,车子变成超大溜冰雪哦。 多数跟中华餐馆相关的外带餐盒,不只是设计来把食物带回家的而已哦。 那个啊,也是用来放冰箱用的呢,这些也能当盘子,让你直接从上面就能吃,不用担心,会脏碗盘哦。 耶! 这些个好处呢,事实上是来自个早在1894年的专利来的,那是用来运送新鲜去壳的牡蠣,也广称为牡蠣桶,它们后来将只改做当成防漏食物盒。 你坐在飞机上,看着窗外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小动作,对吧? 或者,有些状况是在靠近底部的地方有一个小开口,这称为通气孔。 不,不是给你用的啦! 这是设计来平衡加压机舱与外面大气层之间所累积的空气压力差用的,尤其是在高海拔期间的时候。 这也会释放板子之间的湿气,以避免窗户结霜,遮蔽宝贵的视线。 抱歉,看来你最近是没办法在上面画笑脸了。 这起初呢,是在日本一家公司早在1956年所引进的,蛮酷的哦。 它们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折断式的巧克力棒,只是别把两者给搞混了哟,其中的一个可没那么好吃啦。 讲到卷尺,几乎每一卷在金属尾端上都有一个空洞,称为钉爪。 这样子你就能够把它给勾在钉子或者是螺丝上了。 这是个很实用的测量小窍门,借着这个就不用请别人帮你固定位置了,整个来说就很利落。 发夹的一边有勾对吧,那是用来把头发固定得更好的,很疯狂的看法哦。 直的那边朝上,勾朝下,贴着头,英文叫做Bobby Pins,是因为1920年代流行的鲍勃头发型。 不过,说到这发夹,那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早就发明了啦。 造型不在,发夹却留存下来,请在洗头发之前拿下来,因为卡在手指上的话,那可不好看哦。 如果你在汽车或者是公车上,那么你注意到考入黑色边缘的黑色图点的话,你,或许想得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因为要为了美貌而存在的。 是的,这叫做剥料,是一种陶瓷漆,其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窗户抵挡紫外线用的,并且也同时能够创造出粗糙的表面,好让粘胶能够抓得住。 假如你呢,在角落里看到一团粉红色的粘胶的话,那么请别碰哦,这其实啊,是某人的口香糖。 假如你看看锁头下面,你很有机会呢,会去看到一两个小洞呢,这是用来排掉那些,可能会因为下雨而受困其中的水所设计的。 这个迷你排选能力,是能够预防内部机械生锈,或者是在天气太冷时冻结,所设计构思的。 假如有其他状况,导致锁卡住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以注入油为基础的产品,好让锁润滑,并且再度运作。 假如你掉了钥匙,却又想要释放沮丧之情的话,那么你可以往洞里面大吼,这对解锁没啥。 哦,地铁站之所以会没有公厕,其实是有两个主因的,那就是安全与财务,维护这些呢,其实是夸张贵的哟。 所以我想,我们不会看到以前就没有的那些隔间了。 而第二个理由,则是安全考量,因为厕所里面不能安装摄影机,所以呢,有任何可疑活动的话,都不会被发现。 比汽车多载很多人的车辆,应该要有安全带,这似乎是很自然的。 但是,美国公车并没有,就连校车也是。 事实上呢,这同时跟几件事情是有相关的。 首先呢,在紧急状况时,乘客会需要竞速下车,但是,假如是系了安全带的话呢,那么,他们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解扣的动作。 第二,公车是又大又重的车辆,在路上没有多少别的交通工具比公车重的。 所以,万一真的遇到撞击了,公车停下来的速度会比汽车慢。 虽然乘客肯定会感受到冲击,但是,通常受伤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呢,乘客之所以可以站立搭乘,也是基于这同一个原因的。 接着说别的,假如你住在饭店,是磁条式房卡的话呢? 那么,请确实地把房卡跟手机和皮夹给好好的分开放。 问题就在于,房卡会多次负血,因此,在设计上是让这个过程迅速又容易发生的。 所以呢,像你手机里面的那种蛮强力的磁铁,可能会可以删除你的房卡。 那么,假如真的这样子的话呢,如此一来,你就进不了房间了。 饭店方当然是会提供你新的卡片啦,但是,这还是不方便嘛。 假如你很难让塔可饼好好的固定位置的话呢,那么,请用码分烤盘试试看吧。 把烤盘给上下颠倒放,喷上油,再把你的玉米饼给放在缝缝里。 用370度烤个大约10分钟,就会得出完美酥脆的塔可饼啦。 我现在饿了,你呢? 你有在地上找掉到的耳环或小针过吗? 可以在吸尘器的尾端给套上袜子,在地上动一动。 小物品呢,会被吸起来,但并不会被吸进去。 你试的时候,启动吸尘器会有帮助。 一流到家具上的蜡烛,可以用冰块来清除。 与其因为尝试把它刮下来而伤到表面,你可以拿一个装了冰的塑胶袋,静置在蜡上几分钟。 蜡会冷却变硬,因此就更容易被捡起来哦。 墙上的蜡笔痕是家长们的梦魇,但你可以用吹风机来除掉它们。 把印记给加热个几秒钟,好让蜡被软化,然后呢,你应该就可以把它给擦掉了。 你可以用护发乳来让新的羊毛针织套衫比较不会造成搔痒。 只要把它加在泡了几汤匙的护发乳温水里,然后再静置个15分钟再干燥,你的针织衫呢,就会柔软得多了。 你在浴缸里加泡泡鱼之后,所形成的泡泡层,那可不只是好玩而已哦。 泡泡层也有绝缘的作用,可以让你洗澡水的暖度更持久。 你下次准备出门上班的时候呢,请先仔细看看你必穿的衬衫,每个扣眼呢,都是缝垂直的。 可是,请看看最后一个洞,这是缝水平的,这样说对吧? 之所以会这样,这是因为衬衫底部承受了最多的拉扯,因为它位于宽部。 所以水平的扣眼并不是个错误哦,这是为了不要让你的宽部动作撕扯到衬衫的。 嘿,那些宽可不会说谎,你背包上的菱形称为细标或者是猪鼻子。 这个呢,是让你可以把绳索穿过洞的设计,是要用来被额外的装备用的。 这个超适合露营或者是远距践行用的哟。 假如说,你把外送来的中餐给放在盘子里,那么你就做了太多功夫了啦。 其实呢,就跟速食店的酱料纸杯很像,你的中餐馆外带餐盒,其本身也可以打开来,以做成餐点的完美尺寸餐盘。 棒棒糖中空棒上的洞,并不是在万一被吞食的时候用来预防窒息的,这其实是要固定糖果用的哟。 多余的糖会流进中空的管子和洞里,在它变硬的时候就会把棒棒糖给固定住。 假如这是根平滑的棍子的话呢,那么糖果会很容易就滑掉的。 有些摩天大楼呢,会有中空楼层,里面除了一座电梯与复杂的机械之外,其他一无障物。 这些呢,被称为技术性楼层。 开发商说,这些是用来维持建物妥善运作所设计的。 但是呢,这其实也是闪过高度限制的方式哦。 因为,有些摩天大楼呢,会有楼层数量的限制。 但是,因为技术性楼层是属于非住宅的关系,所以,它们可以用来增加建筑的高度,让它更加令人赞叹。 可是,却又不会增加楼层的数量,以至于违反了建筑合约。 另外就是,这些楼层也有助于预防火势蔓延。 假如你仔细看看电梯门的话呢,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小洞。 这其实呢,是紧急或定期维修检查所用的钥匙孔。 假如你受困于电梯的话呢,那么技术人员就可以用它们的万用钥匙来把你给救出来。 盐巴不只是能够用来烹饪,它还可以去除这一类的臭味。 哦! 切完蒜头后,在手指尖上搓揉盐巴,应该可以去除气味。 在鞋子上,也有用哦! 烤面包机底部,有可以取下的秘密滑盖,这样一来,你才能够清理掉那些讨厌的面包屑。 看看你的笔电键盘,F跟J键的上面有小凸起,对吧? 而其他的键却都没有。 当你的手指处在最佳打字位置时,你的食指就会放在这两个键上。 之所以要加上吐起,就是要让你可以不用看键盘,就能够把手给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用低温,嗯,如果是冷水的话还更好哦! 来洗衣服,会让它们耐穿两倍哦! 假如可能的话,就吊过晾杆,也会让衣料比使用轰衣机还来得更持久呢! 你越少洗,它们就越不会吞色,或者是渐渐缩水。 同时呢,这样也能够节省你的水电账单哦! 书本中的空白页呢,其实不是用来让作者签名用的啦! 这跟制作过程有关,书本是印在大型纸张上的,所以一张可以放进四页。 假如说,某本印制的页数有零码的话呢? 那么,如此一来,你很有可能会拿到笔记空白页。 超市购物车的环,其实可比你想象的要来得更实用哦! 你可不想把绚丽的白夹克给放在车子里面的红萝卜跟可乐旁边,对吧? 这个小钩子般的东西,能够让你更能够整理好车里的所有东西,好让购物起来更加愉快。 这对我来说,很有用哦! 说到了好的门把呢,是用黄铜、青铜或者是铜合金所做成的,这些材质呢,具有抗菌的功效。 也就是说呢,细菌在上面散播的速度啊,那可是慢多了。 这些东西呢,也能够蛮快就摆脱细菌的,只要几个小时内就行。 正确的好好储存花生酱的方法呢,就只有一个啦。 假如你用普通方法放置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不久就会变硬。 因此,秘诀就是要把它给上下颠倒直放,这样一来,油就不会一直都累积在下面了,而是会平均分布。 我的狗狗很喜欢花生酱,那么你的呢? 不论你去的是哪一家咖啡店,所有的免洗杯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只有商标不同罢了。 秘密就在于,这个特殊形状呢,能够让你更可能可以轻松地享用到饮品。 它的上面总是比较宽,好让你饮用时能有地方安置鼻子,而它的底部呢,总是比较窄。 这样一来,任何人都能够轻松地拿着,就算手蛮小的人也行哦。 这个宽度差异,也能够让杯子可以好好的叠放。 腐败的牛奶会散发气体,就跟多数食物坏掉的时候一样,或者是我。 典型的塑胶牛奶罐,它的一侧呢,是有凹陷形状的,所以啊,当气体在罐子里头扩张的时候,它也会扩张,而凹陷的形状呢,就会往外吐起。 还有就是,假如你想要冷冻保存牛奶,以便之后要用,罐子也会在牛奶固化粘掉罐子里更多空间时扩张。 几乎所有卷尺的顶端,都会有带槽的金属头哦。 你可以用这个细槽,来把卷尺给挂在钉子上,或者是螺丝上,不用别人协助,就能够测量。 这一端的侧边呢,有时会含有一排尖锐的吐起,这在你想要做记号,但是却没有铅笔的时候,就会很好用哦。 假如你试过了人天堂卡侠味道的话呢,那么你会确认一件事,那就是,那味道令人作呕,并且会在你的嘴里留下酸苦的后韵。 嗯,我们尝试跟你讲了哦。 这些,可是包覆了甲本蒂纳胺,英文叫做Denitonium benzoate,这可是已知的最恶心的味道之一哦。 一般来说呢,也不会在冰淇淋店看到。 事实上,这个味道是有其正当功能的,那就是,预防人们吞下卡侠。 零钱粗糙的边缘呢,那可不只是设计而已哦。 硬币这个东西啊,曾经是使用贵金属所制作成的,以来展现其真实的对应价值。 而人们会削掉边缘,用同样的价值去花掉削过的硬币,然后把边缘给融制成新币。 铸币者们为了避免此事发生,于是就增加了纹路,好让人们可以分得出来其手上的硬币,之前是否被切过了。 可惜是油桶上的三重把手呢? 那是要让两个人比较容易搬运,并让燃料可以分布均匀所设计的。 如果你把柠檬给放进微波炉热一下的话呢,那么它会更多汁哦。 因为啊,热能够软化冷冻的膜,因此果汁就能够自由流出了。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有更多的柠檬水。 矿泉水的保质期并不是指水会坏掉,事实上水不可能会坏掉,但瓶子本身就有可能哦。 它会逐渐露出不太安全的化学物质。 好,在这儿,我们有个科学计划可以试试看。 通宁水,英文叫做tonic water,可能在紫外线黑光中发出荧光哦。 这是因为它含有奎宁,其英文是quini,这会让它既苦又发光。 杯子和盘子的颜色可能会影响你的食物感知哦。 有57名志愿者,用不同的杯子饮用热巧克力来看,在其中却是观察到多数人宣称,橘色杯子的热巧克力是最好喝的。 红色盘子对减肥的人来说很酷,其样子有警觉性,所以你会吃的比较少。 好,我要去做那个通宁水黑光的东西了,拜咯。